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小姐 陈地 你认错人了 认错人 我 我不姓沈 我也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脉 女儿 古丽丑 古丽丑 你给我跟来 你上哪儿啊 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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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受伤了 我看看 不能看 为什么不能看啊 我不告诉你 我的屁股 我 你们真的找错人了 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我还有事情先走了 你不是我女儿 那你是谁 我怎么能连自己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都不认识了吧 说呀 老沈 老沈 她是我外孙女 连这样都被他们夺过了 我就不信 抓不到你们的破绽 这次啊 实在是时间太仓促了 若下次有缘 请二位到庄家好好做客 哪里哪里 庄董事长太客气了 我听说沈先生的女儿 和我的外孙女长得很像 是啊 大前世界无其不佑 两个人长得很相似 那也不是奇怪的事情吗 我听说最近国外有哪个国家 还在搞那个 寻找二重申的活动呢 好几千个长得像的人 都聚在一块 我们家妍妍呀 是在国外长大的 有幸能跟你的女儿 长得很相似 那就是缘分 有机会啊 让他们俩见见面 说不定一见面 就能成至亲好友 生死至交呢 是 是 庄董事长说得对 这长得像的人吧 多半都是有缘 可是我女儿她 就这么说定了 带贵千金来我们庄家 和新言做个朋友 喝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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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再想了 人家老人家都说了 那就是人家的外孙女 老人家还能骗我们吗 曼宁啊 就是在国外上大学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给她打个电话呗 她都一个多月没消息了 她能接我电话 你给她打个电话 不就知道了 真是的 我看你了 喂 爸 喂 曼妮 你在哪儿啊 我在意大利啊 意大利哪儿啊 佛罗伦萨 曼妮 你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别去交那些奇奇怪怪的朋友 也不要去做太危险的事 爸爸就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早点回来 如果你没钱了 就跟爸爸说 爸爸辛苦一点没关系 爸爸 希望你能够在外边吃饱穿暖 你知道了吧 怎么哭了吧你 别哭了啊 让同学瞧见了不好 爸爸知道你平安就好 给你升连电话费 挂了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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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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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颜 新颜 我 外公 怎么一上午没见到星成 延星成 你俩吵架了 后悔了 后悔了 来吧 云南带回来的 极品 我从来都不喝咖啡 为什么 会失眠 会做噩梦 在你的生活里 还有噩梦啊 当然 很多人 都会被幼年的创伤所困扰 我也不例外 幼年 创伤 二零零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号 那天早上已经是乌云密布 我清楚地记得 星延刚刚吃完早餐 不小心摔了一脚 我爸抱着他 准备带他去医院爆炸 可是刚刚走到别墅门口的时候 庄家大阿姨和严先生的车 在海外分公司巡视的路途中 遭遇了车祸 严先生当场被爆身亡 庄家大阿姨下落不明 他们的儿子 严谊 严谊 星延当场就哭晕了过去 可庄老董事长却立即下令 让他独自去海外 从此没有一个人知道星延去了哪里 后来 他回来了 带着从未被人见过的未婚夫 坐稳了蓝海一星总裁的位置 我很敬佩有魄力的新总裁 但最大的问题是 他根本就不姓庄 他不姓庄 姓什么呀 他姓什么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 我 你为什么把他带回来 为什么把他推上这个位置 你逼一个单纯的姑娘 替星延承受这么大的责任 这不公平 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公平过 那你也不应该把你自己的责任 让他来承担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百遍我也不怕 可你呢 你敢把你手上的戒指 摘下来吗 否可你玩 探 因为和他们陈里 在你现在 自己的手上 быть bé脸 刘五 二十年 所以你准备好还给我了吗 别跑 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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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 别跑啊 抓住 快点 救人 救人 别跑啊 放开我 你把我扣在这里 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就算是我不说出去你的身份 迟早有一天 庄稼和蓝海的人都会发现的 不怕我杀了你呢 燕翼 你不能这么做 辛燕如果真的出事了 你应该诚实地告诉庄稼 而不是把陌生的沈曼宁交进来 你怎么知道沈曼宁 我在海外依他见过他 虽然我不相信什么二重申 但是曼宁真的是无辜的 他不应该被卷入 这么危险的境地 如果你要做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找辛燕 辛燕死了 你以为我不想带辛燕回来 我愿意把一个陌生人 卷进庄稼 你以为我不想告诉外公 我回来了吗 是我不能 如果所有人都知道辛燕死了 庄稼会变成什么样子 蓝海一星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们害了辛燕 如果我不把幕后的黑手找出来 庄稼还会有人受伤害 包括我 也可能是你 不可能 不会的 你放开我 我要去见老董事长 我要去见我爸 你谁都不能见 这场漩涡 已经没有人能再透开 没有人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干吗 谁叫你叫那么大声的 你 你还偷看 谁敢看你 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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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行了 起来吧 医生 怎么样 严重吗 很严重 要晚来一会儿啊 伤口自己就长好了 不过狂犬疫苗还是得打啊 等等等等 要打针吗 医生 一共要打几针 一共打三针 今天先把第一针一秒打了吧 嗯 好 今天现在啊 对 能不能今天 不能 哎 你干吗 不是打针吗 你家一秒打屁股上啊 胳膊 穿好了没 没有 真慢 哎呀 赶紧过来 打针了 过来 哎呀 快点儿 啊 穿好了没 哦 好了 我又跟他胭脂点 什么 我害怕 嗯 快点儿 你到底打不打 我还没打呢 哦 还还没打呢 医生 快点儿 啊 美娜 你等等我呀 美娜 不行了 这个真眼太疼了 一秒打得好像是胳膊吧 哦 我记错了 我说呢 我这个胳膊更疼 哎呦 真好像打的是右边 哎 美娜 我就说一句话 就一句 一句啊 我 一句完了 对不起 那天 我不应该急火攻心 为了不让你讲话 就故意亲了你 无论有天大的理由 我没有尊重你 就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和元帅 回来是要帮助老大的 抱歉 好多事情 没办法向你说 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认识你 想和你做朋友的心 是认真的 我知道 你能原谅我吗 我 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在隐瞒什么 我也没兴趣知道 但是 今天我妈和沈树去到公司 我才发现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那天你做的事情我是很生气 但是 算了 方向 我们不应该是朋友 为什么 连朋友都做不了吗 因为 我不想再见你们 见面也不行 听不明白吗 我不想让自己再陷进去 我不想等你们离开的时候 我一个人难过 一个人 梅娜 我们不会离开的 我喜欢的是元帅 你 外公 孩子 过来 外公 怎么这么晚都没睡啊 你呢 这么晚了还到处跑 我睡不着 就想着到处逛逛 怎么 现在没有她在身边 觉都睡不着了 你 您说什么呢外公 我跟她 哎 我们几周前种的这个花 怎么现在还是这么高啊 长不了了 这一季的心血 又百废了 为什么 是不是我们平时太忙了 没人照料 还是说 不是 是这里太闷了 闷 这个家 永远都是 暗潮涌动 永远都是 割坏心思 照不见阳光 让人喘不过齐来 在这种环境里 人都不能喘息 何况这些花花草草呢 白公 事儿 只地在这家里 今 Paul 还能喘息 奇法 借富 精神 甚至oper 不会的 有阳光 有水 你们就不会死去 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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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阳光有阳光 有阳光 有阳光 有阳光有阳光 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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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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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 这么晚了还不去睡吗 睡 我马上就去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广一叔 好久不见 我来替我哥哥看看你 我還想你哥什麼時候 能帶你過來見我 沒想到你先過來了 我哥呀 天天被公司那些事給辦住了 我可不想陪他來 再聽他唠叨一遍生意上的事 我倒是很想聽他說說這些 蘭海和流光這麼多年了 應該換換關係了 你也覺得 我們兩家該換換關係了 唉 莊老董事長 我是湯林 我來替我哥哥向您付金請罪了 您不會趕我出門吧 我以為是哪家的小丫頭 原來是湯家的掌上明珠啊 莊老董事長 我哥呀 雖然一直在商場上 想跟蘭海一覺上下 但在他心裡 他對您 對蘭海一星 都是敬佩得不得了 我們平時都是在各種 會議場上見 這不 今天帶著人帶著禮物 特意來探望探望您 您一定不會趕我出門的 對吧 到的莊家就是客人 哪有趕客人出門的呢 哪有趕客人出門的呢 您真好 那以後我就經常來看看您和光醫書 好不好 好 好 湯麟 她怎麼會來 乖乖 來來來 松手 真乖 給 你個臭丫頭 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就不能幫我做點事嗎 一點都不如您曼寧姐姐 郭立成 來 玩去 媽 你能不能別總提媽媽 你看沈叔叔都什麼樣了 好好地在國外上著學呢 你能不能別人 也不知道 她發的什麼愁 她不會是把 那個是什麼莊總 真的當成自己女兒了吧 你怎麼敢保證就不是 人家家長都站出來了 還用怎麼證明啊 我就沒見過你這麼天真的人 你白活這麼多年了 大家隨意啊 紅門宴嗎 不然 香氫宴 可惜我有女朋友了 不然這位美女 是給您外孫女婿 準備的 香氫宴我倒是不排斥 說不定真的能遇上 自己喜歡的人呢 不然 今天呢 只是家宴 因為林林代表她哥哥來看我們 也算是化解流光和藍海 這麼多年的競爭吧 我們作為長輩 招待一下 理所當然 謝謝廣義叔 應該謝謝你 林林今天還帶了不少禮物 我看正好人多 就吩咐廚房 一併料理了 去吧 媽啊 怎麼全都是芒果啊 你發芒果才了 你又胡說八道 昨天啊 來了兩個大學生做調查 非要問咱們家的女兒 最喜歡吃什麼 最不喜歡吃什麼 我就把你和曼寧的口味 都填上去了 後來 他們愣是送了我兩大項芒果 我多長時間沒有見過 這麼有禮貌的年輕人了 社會調查 怎麼還有人調查 別人家口味的 是啊 可能 又是那個 口香糖銷售的前調吧 那也不可能送芒果呀 哦 而且你明明知道 賣賣芒果顧敏的 記得小的時候 有一次她吃芒果 差點兒命都沒了 怎麼 不和莊小姐口味嗎 聽說莊小姐小時候 最喜歡吃的就是水果拌飯 我特地托人挑選的 最大最好的海南芒果呢 看來 莊小姐這是不準備給我 話干戈為玉伯的面子 還是真的有什麼 說不出口的難言之隱呢 照顧不透 好 中文字幕 者 先订阅 导演 者 先订阅 把他帮助 先订阅 中文字幕 者 先订阅 中文字幕 者 先订阅 中文字幕 者 先订阅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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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动筷子啊 看来是真的不太喜欢吃水果餐 那不如 真的芒果会过敏 会出事的 那您芒果过敏 你又不过敏 你抓紧时间给我吃 我吃 这毕竟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饭 又是汤小姐亲自准备的 我当然要吃 我当然要吃 我看来是这个